第十五課,植物的生殖 這一課就是組合免收的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要生殖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生物是會死的 如果生物不能進行生殖或繁殖 最後整個物種就會滅亡 那究竟生殖或繁殖這個功能,我們對它有什麼要求? 什麼叫做要求呢? 如果你有新屋,你要去裝修 設計師會問你,你對新屋有什麼要求? 你回答他,我想要一張餐桌,我要四個位置 然後我要一個電視櫃,去放電視,再加一張梳化 這些就是你對那間屋的要求 但如果我們做生殖來說,我們對生殖有什麼要求呢? 第一,他一定要做到後代的物種,數目一定要多 因為要快速增加 第二個,生出來的後代,他們是能夠適應到環境的變化 那麼生命設計師,聽了你這兩個要求之後呢 又說數目要增加得快 又說生出來的後代,又要能夠適應環境的轉變 然後呢,他就把繁殖這個功能呢 他就種了兩類出來 第一類就叫做無性繁殖 第二類就叫做有性繁殖 什麼叫做無性繁殖呢? 舉個簡單點的例子就是細菌 那我們知道細菌的繁殖是1變2,2變4,4變6,如此類推 那麼你都可以看到,不會是兩隻細菌混在一起 交配完才繁殖下一代 這個我們就叫做無性繁殖 OK,那麼另外呢,有花植物 即是呢,在這些的,譬如薯仔,薯仔是有花的 不過呢,薯仔其實他這個根部這個位置呢 他會走無性繁殖的喔,OK 好,就好像這個位置這樣,一個薯仔 這些全部的每個BB仔,他們呢 都是這個部分,他是走無性繁殖,生出來的 OK,那麼你會看到那個數目是不是很多? 一個薯仔,成一堆的後代出來 OK,好,第二種呢,身繁殖就好像我們人類那樣了 我們呢,就是有性身繁 有性身繁的意思呢,就好像我們有男,有女那樣的 即是有紅配子,有癡配子的 簡單來說,我們的身繁,我們就分了兩類 一個無性,一個有性 那可能你就一定會有個問題想問了 啊,那既然無性身繁是走到的 那應該我就不用有性身繁啦 那如果我有性身繁都已經做到繁殖的 那為什麼我要無性身繁呢? 原來這個身繁有性和無性呢 是各有各功能的 一會兒會說到 好啦,那我們先介紹一下什麼叫無性身繁 先無性身繁第一個特點呢 它只是需要單一親本的 就是你不會看到一個男 另外一個個體就是女 它就是一個親本就只有一個 第二個條件呢,它就是不需要有任何的配子的結合 沒有紅配子,沒有癡配子,也都沒有的 好啦,那第二個,它怎樣能夠呢? 它生長的後代,它呢,只會用到有絲細胞分裂的 所以呢,由於它用到有絲細胞分裂 生出來的後代和親代呢,在圍存上呢 是100%完全一樣的 那之前呢,就問過你了 你對繁殖有什麼要求 那它就會回答它 我要呢,它那個後代的數目呢 是能夠快速增加的 那為什麼無性身繁這個方法 是能夠給到那個個體的數目能夠快速增加呢? 原因你都可以很簡單想到的 它不需要找另一個個個體 紅性找一個痴性 痴性又不需要找紅性 它們也都不需要找紅配子 又不需要製造痴配子 它只是需要在一個適合的環境之下呢 那個個體只要它的生理 是達到繁殖那個階段 它就可以立刻做到繁殖了 那你可以想像到為什麼它會快速呢? 那這個就達到我們生殖的第一個要求了 好,原來用無性生殖呢 是能夠養一個物種呢 能夠在數目上面能夠快速增加的 那有些什麼生物的例子 是會用到無性生殖呢? 好,第一個呢 我們就是異分體分裂 好,就好像一些細菌 一些的變形蟲 第二種呢 就是一些有花的植物 它是能夠進行營養繁殖的 那這個字就比較特別 那我們遲些都會說什麼叫做營養繁殖 有花的植物 即是它會開花 營養繁殖的意思就是它的根部 它會有一些像薯仔的構造 這些構造就是它的繁殖器官來的 而這些就是一些無性營養繁殖的例子 那你用無性繁殖 那我們就不如一起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細菌 你看它用無性繁殖 這個容易分裂的方法 它的數目是否增加得很快呢? 抹乾淵養繁殖 那你看到它的短短一個短的時間 它能夠出來的後代數目 都會無法數個多 我們就能夠達到 你用無性伸直這個方法 就能夠令到後代的數目能夠快速增加 右手邊這裡還有一個變形蟲 都不妨看一看 不妨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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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了,大家都會看到這兩隻變形蟲就由一變成兩隻,那他們分裂的方法是用減數分裂還是有私分裂呢? 沒錯,是用有私分裂的 所以這兩隻蟲的DNA的遺傳成份是100%相同的 好了,第二類我們就叫做有性生殖 有性生殖的過程是一定會適合配子、紅配子和黏配子受精結合的過程才能生到後代 通常有性生殖呢?通常我們需要兩個不同性別的親本 舉個例,人類我們有男性有女性 但為何你說通常有兩個不同的性別親本呢? 難道有一些生物,他一個親本,但又有性生殖呢?沒錯,很多的 舉個例,住在人類,我們小腸有一條蟲,那這裏是一條蟲呢? 那這條蟲,你看到他的身體是分開一節節的 而每一節來說,他裡面都能夠製造到他的紅配子 每一節都能夠製造到黏配子的 簡單來說,這條蟲雖然是一個親本 但是他自己都能夠製造到兩種配子 他製造到受精,他生小朋友下一代的 所以呢,有性生殖,千萬不要想 就是一定是兩個親本 通常就是兩個親本的 但不說這麽特別的例子 舉個例,植物的有性生殖 是不是一定是兩個親本呢? 那如果你養個木瓜,你會知道一棵木瓜樹是藍 那另外一棵木瓜樹是藍 那他們做完全份之後 那就是兩個親本,就生了一個木瓜出來 不過呢,你看看這裏有一朵白花 這裏紅蟲,製造成紅配子 這裏呢,就是黏蟲,底部有黏配子 那這裏是一朵花,一個親本 那這個親本是紅配子,放在杯珠 那他又可以經過受精的過程做種子了 那所以來說,這朵花都是一個親本 但他就做到兩種配子了 那剛才說過這個無性生殖 他們會用到有屍分裂去進行這個過程 那如果有性生殖,又用哪種細胞分裂呢? 我們就用減數細胞分裂去產生我們的配子 所以出來的後代呢,他在遺傳成份方面 和親本有很大不同 那我想你也應該猜到我會問什麼問題 新殖我有兩個要求 第一,數目希望能夠快速增加 我就用無性生殖了,是不是? 但是呢,我有第二個要求 我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夠生出來的子代 他能夠適應到後代的環境轉變 那這個呢,其實有性生殖就會幫到我們了 為什麼呢?因為生出來的後代 他遺傳成份方面跟親代很不同 那就好像一個親代呢,他生了很多的小朋友出來 每個小朋友呢,都有他一些不同的特徵在這裡 那接著呢,環境一變化,大變化那時候 當然會有部分的後代呢,是擁有能夠適應到那個環境的特徵 他是能夠留下的 但是如果呢,他只是用到無性生殖 去生下一代的小朋友 無論那個數目有多少都好呢 如果每個都一樣的話 環境轉變了,而那個環境是不適合 那些小朋友生存的 那就會全個物種都絕種了 好了,到最後呢,我們就要做一個 無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的比較了 無性生殖和有性生殖在配子的結合呢 無性生殖就沒有的 他只是用有絲細胞分裂的而已 而有性生殖呢,就有紅配子和癡配子的結合了 而無性生殖呢,親本的數目呢,就一個而已 有性生殖是不是兩個啊? 不是,是通常就兩個 不過呢,一個很多生物都可以的 無性生殖 無性生殖牽涉的細胞種類呢 永遠就只有有絲細胞分裂的 而有性生殖呢,涉及的細胞分裂類別呢 我們呢,做配子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減數分裂 受精完之後,那個合子 即是小朋友呢,我們就會經過有絲細胞分裂 去不斷去成長 所以呢,有性生殖兩種細胞分裂 我們都會用到的 好了,到最後 在遺傳成分方面 子代的遺傳成分 由於子涉及有絲分裂 所以它的遺傳成分呢 是完全就會跟親代一樣的 不過,由於有性生殖 我們涉及了減數分裂 做出來的配子遺傳成分呢 是有多變的 所以呢,兩個做完這個隨機受精之後 得出來的子代每一個的遺傳成分呢 彼此之間和親本之間都有大分別 好,有性生殖 一定要兩個親本參與 記住,這個是錯的 一朵百花 它都是行有性生殖 但是,親本可以只有一個 有一些生物,例如回蟲 和大多數的有花植物 它們都可以癡紅同體 即是一個個體 它就具備了紅性和癡性的生殖器官 所以,一個親本都可以進行有性生殖 那你可不可以進行無性生殖? 好,大家 感谢观看